买口章 A7同色 说哈 鱼哥拿到了对Q 应该会尻啊 拿到对Q不可能气了吧 鱼哥选择凹链啊 咱们看看这次鱼哥 还能不能赢 四六开的排局 鱼哥一般是在领先的时候 输过一次跑马 落后的时候 鱼哥从来没有输过跑马 来看翻牌 哇 翻牌买口章这牌 无限多的出路 六七八九 买上下顺泽加花 胜率达到了87%吗 他是天顺 五六七八九的天顺啊 我看这个胜率 我发现看得有点不太对啊 这是个短牌啊 天顺 天顺买花啊 鱼哥终于被淘汰出鱼了 鱼哥真的是不死小强的那种劲头啊 熬到现在熬不住了 获得第五名啊 鱼哥很强了 鱼哥从十四万五千的筹码 然后跑马不断的赢赢赢啊 赢到现在啊 已经很难了 鱼哥反正这个人 他落后的时候 跑马从来没输过 跑马输的两回全是领先啊 他有一回AQ吧 AQ压制了十Q 玩跑马输了 这回他是QQ啊 比A7的牌要好 输给了A7啊 鱼哥这个人还是逆境比较厉害啊 鱼嘛 他逆境的时候游泳 都挺厉害的 我原来看那个鱼 什么鱼 有点像奥马哈似的 什么叫什么鱼啊 他产卵吗 逆境游上去 到时候产卵 都很厉害啊 逆水而行 现在麦克尔章 势头非常的好 心情也非常的棒 麦克尔章的筹码量 已经超过了 当时 藏书奴筹码第一的时候 他最多的筹码 那时候藏书奴最多的时候 是700多万 现在麦克尔章 应该比那个筹码要多 看看麦克尔章 多少筹码 哦 是 什么位置 也不是很靠后的位置啊 藏书奴现在只有280万了 840万啊 麦克尔章 Kate里的筹码 也涨了不少 有170万 用筹码呛忙啊 球马一张K来抢忙 现在麦克尔章的势头 无限好 Kate里也是挺强的 Kate里筹码少的时候 也是在100万以下 现在 也是差不多翻倍筹码那种的 差不多这个意思啊 七八同色 尻吗 哦 没有玩 藏哥真是稳了好多 藏哥筹码多的时候 在枪口位60都玩的 60杂色 99要推了吗 推 180万 180万 又抢了一个底石 麦克尔章现在一副冠军的架势 筹码优势巨大 70要玩吗 70也缩哈吗 其实我觉得70缩哈 有点过分了 但还是抢下来这个底石啊 这有点藏书奴之前了 藏书奴之前60杂色缩哈 有点这个意味在里边了 不过那个时候 藏书奴桌上的人比较多 这时候人比较少 不过我觉得筹码这么多 你真的70 在最差的位置 缩哈也还是有点过分的 感觉没有必要 没有必要这么做 那其实就是可以不看牌 把把缩哈这么打了 这条链应该是稍微有点急啊 每回首牌都不好啊 A8要推吗 Fail有点想推的冲动啊 并没有推 哇 藏哥拿到了KK 藏哥会怎么玩一首KK呢 看看藏哥怎么玩啊 尽吗 尽可能会被推啊 尽被推 然后接锁哈 胜利也六成 推了啊 拿到A很有可能推的 秒尽啊 有一张A4的帽子 咱们来看看能不能发出A4 翻牌 哇 翻牌一张K买10 麦可章买10的顺的 胜利是15啊 麦可章这个胜利还是很低的 哇 这么发牌的吗 但藏树诺先生的胜利还是可以啊 有36的胜利 去追炸弹和葫芦 哇 麦可章的运气是真的好啊 15%的胜利 转牌发出了10 合牌 合牌 结果发出一张Q 藏树奴击中了葫芦 过山车式的发牌 藏树奴筹码翻倍啊 对于麦可章而言 藏树奴筹码翻倍 是对他最不好的消息啊 因为桌上边 藏树奴是筹码最多的 藏树奴刚才是多少筹码 280万吗 如果280万的筹码 可能差不多600万了筹码 加上点安提是吧 其实刚才底池多少就是多少筹码 我有点没在干底池啊 光看牌去了 藏树奴也是筹码 他少了之后 低调忍忍之后 是吧 前面那个七八同色没玩 现在筹码也是成功的翻倍 A6 A6 Full掉 A goal 藏树奴现在心情变好了很多啊 530万吗 那记错了 因为他前面280万啊 上把说还没有那么多的筹码 瑞斯一下还是靠吗 还是靠啊 其实前边 Michael Zhang 我看60什么的 他70什么都缩哈 那时候A6就感觉他不可能不缩了 现在低调一些了 Michael Zhang 这把Michael Zhang有点背啊 踢掉没有对方好 没有打啊 还有现在低调一点啊 K的里会打吗 多少会有点担心被拆克瑞斯啊 这种拍面 还是打一下啊 30 20多万的柱啊 挺挺重的柱啊 藏树奴 EasyFull 他这么打就很像在偷鸡啊 Michael Zhang 可能觉得 他是买牌啊 Michael怎么选择呢 我会觉得靠一枪啊 靠一枪再看啊 我直接缩哈啊 我打走了Kate里啊 这是咱们前面说的 这样的牌有点怕拆克瑞斯 但是这种牌 Michael Zhang打这么凶 我也没想到 我以为靠一枪 转牌再看情况 Michael Zhang判断 他是买牌之后 直接缩哈 来看看这手牌 藏格九秀同色 尻一下吗 Michael Zhang Full掉了 其实 哦 Kate里可能要推啊 Kate里推藏树奴 这牌能接吗 感觉不太好接啊 藏格这牌不太好接 Effectively jamming 能不能来一场大战 跑个马 别在这收地池了 说实在 稍微看看他们收地池 有一点点无聊啊 9K 推一下Michael Zhang 筹码少了不少 现在有点不是太敢推 你知道吗 因为藏树奴 筹码也特别多 他现在要推的话 他的筹码就有点 很怕再被藏树奴翻倍啊 九十同色没玩 九七 九七也没有玩啊 哦 加注到四十万是吧 加到四十万都气了 加注还是挺重的 其实他 因为那个好像是Kate里吧 他的九十同色非常不错啊 但他后手太少了 一打这种牌 就有点套匙 就是不想玩一种结构牌了 玩结构牌 很多时候 你翻牌面和你有关系 你也是买牌啊 他不想用这种买牌 去和筹码领先者拼命啊 哦 藏树奴尻尻了 买口张上围 失了个亏 这把还会熬裂吗 失了个亏啊 这把选择过了 藏树奴会拿到墙牌 会尻藏的 九十勾圈 买上下顺子 我这边也是买上下顺子 但藏树奴中了勾一对啊 哇 三条狗 三条狗要打一枪了吧 整体上这个桌子 现在目前的风格都变得有些 就是没有之前那么激进了 都变得沉稳了一些 谢谢大家啊 五万下了一个非常轻的柱 要瑞斯吗 靠啊 吃了一回亏 买口张吃了一回亏 现在变得谨慎了很多 check吗 藏树奴 check 会不会偷 这个面还是适合一些投机的 有可能偷的 会被call啊 买口张的势头 现在被藏树奴给扭转过来了 从八百多万 非常多的筹码 然后现在变到和藏树奴差不多了 德州普克还是不能太冷 包括最早的时候 我看见藏树奴在枪口位 他用六十去骑瑞斯 我就感觉不对啊 还有麦后张前边 虽然只有四个人了 但他在枪口位七十杂色那牌 就是你没法说哈 你知道吗 肯定是不合理的 不科学 你知道吗 肯定是负一位的 虽然他筹码多 他用七十杂色枪口位推出来 我觉得这行为不好的 六七 其实这牌很一般 六七是很一般的牌 势头不好 这时候控制一下自己 其实这牌缝了比较好 虽然你筹码很多 但是你现在的势头 它不是很好 这都有点强行在墙底持 如果他瑞斯的话 看着好像是瑞斯 什么情况 是麦克尔张 瑞斯之后有点 有点不想瑞斯 还什么情况呀 他把筹码在压 我看见有两个黑的筹码 黑的是一个十万嘛 手压着 看不见是不是黑的 我觉得这手牌 麦克尔张目前的形势 不太顺 是瑞斯 不太顺 其实可以缝下牌的 九狗同色 黑特里这牌 有可能凹林的 因为麦克尔张 现在他目前 他强底持的行为 特别的多 九狗同色这牌 也能拼一枪的 还是没有 其实这牌 你要是某些程度上 比如麦克尔张 拿到九狗同色 他这么多的筹码 他在枪口位 是能推出来去强底持的 咱也可能不太行 就藏书奴筹码少一些的 可以 藏书奴筹码多 就九狗同色 什么十狗同色 九十同色 就这种结构牌 他有一定的能力 去凹林强底持 就是这个意思 藏书奴筹 麦克尔张这牌 尻起来打着 就没有那么舒服 不到麦克尔张 选择Full 我想说麦克尔张 会不会瑞斯 这种牌 拆一颗是吧 没必要推强口位啊 这牌拿K6同色 没必要去推强口位 来看分牌 藏格顶对 顶对没位置 打个试探住 下个十万 看看 看看情况 缩了 直接缩了 那K6 Full掉 其实德州普克这游戏啊 情绪没有那么好控制的 你如果情绪不好了 你会冲动 像这个藏书奴呀 和麦克尔张呀 都是情绪太高昂的时候 是吧 会用一些60呀 70呀 这样的牌去缩哈 就是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情绪不好的时候 和情绪好的时候 你都容易让自己的打法变形啊 KK吧 梭吗 这藏书奴会不会接啊 一般而言是气牌编多一点 但90这牌 你要说和别人跑个马 他也能跑 99万兴致来了 你说他跑一跑也行 90这种牌吧 跑马 他就是很难领先于别人 但是他也不会落后的太多 是吧 你看90 他碰见了超队KK呀 他其实他还有33的胜率啊 要是90同色 这牌胜率就会更高 就是90同色这种牌 一件AKK 他的胜率也还行啊 就他这个牌有这种性质啊 但总体而言还是落后挺多的 90砸死了 但他牌有这种性质 不像你AK AK你遇见AA 那就是落后很多 现在藏书奴是落后 但是他的出路是无限度 可以买三条 可以买顺子 可以买两对啊 发出了Q 那藏书奴买上顺子 八九十勾圈 淘汰掉了Fail Fail也是一直在忍耐啊 一直低调忍忍 但是拿到了一手好牌之后 还是运气不太好啊 被淘汰出局 第四名也是不错的成绩啊 coming